各位观众 今集四海哥在这里讲 一个比较特别的节目 回应啤梨哥和风水豪 最近一些言论 大家相信剥花生 喝啤酒的朋友 都想听我怎样回应他 第一个回应啤梨哥 啤梨哥在上个星期 他在节目公开讲 看到我之前的影片 骂风水豪蒙因扶义 他说大家看了影片 我突然被人摘濕了 首先我在这里强调一件事 啤梨你不是摘濕了 你清清楚了一件事 你是走去河边 找桶水兜头兜脑 由头淋到脚尾 没有人摘濕你 是你自己兜头兜脑淋下去 为什么这么说呢 正如我解释过 你是一早知道 我是风水豪的经理人 你和风水豪合作做任何事 在经营上 在生意上 你是有理由 一清二楚 你必须要知道 阿豪 没有社会经验 就不要理他 你 出名醒目仔 大家都知道 你怎会不知道这些关键 没有人摔濕你 你公开说过 知道我是阿豪的经理人 你不要跟我说 现在你想低调处理这件事 我就必须跟你说清楚 我没有摔濕你 是你自己的淋濕身 老实说 你这么多港湖经验 你真的是一个真正朋友 你看到阿豪做这些行为 如果你是真正朋友 什么是真正朋友 道義相面 相抵 过失相规 什么是道義相抵 多点鼓励大家 做正确的事情 正当的事情 有什么过失的事情 忘恩负义的事情 你一看到阿豪 你这样起 如果你是真正朋友 你是不是应该马上作出规券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你和阿豪有没有经历合约 有什么密密 有会不会烧到我的一份 这些事情你会不会不想 既然想到 你还继续坚持这样做下去 那怎么会是测濕呢 明白 就是不要再说 不要再把自己 说得好像很无辜置身事外 不是 整件事真的不是 至于有些人留言 又说 社会哥哥你不要说自己 那么迷大 你是不是一样为钱 那全世界经理人 当然是为钱 是不是 哪有经理人为钱 我又想叫Mira 姜B 我很尊重阿花姐 穿为姜B Mira的经理人 我请了Mira 全中国的常媒 跟我唱一转 你试试不分钱给阿花姐 你试试阿花姐不入门头 不要玩 那些人 你恨我一件事 你不讨我一件事 你做打手一件事 麻烦你有些水准 有合约有contract 有合约有合约做 那有什么错 合约计了我的利益 你现在走了我的利益 走了我的数据 我为什么不能追得呢 整个问 当然有些人说 小哥如果你真的有约 你就告他 听回我上次 怎样插下风水 忘恩负义那一集 听清听错 那我又说 不过去吗 听东西要听音 食菜要食心 明白吗 不要他上当然 我不是什么神圣的星人 我只是一个 我只是把风水豪这些垃圾 提拔到全部人都知道 他就知道了 轻轻飘飘 彭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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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 这些不是忘眼负义 是什么 记住告诉你 朋友知道 道义相抵 过失相规 相抵是抵立的底 凡是有道义的 就是互相去鼓励 多些做这件事 正当的事 有个人失的就马上截止他 但是你没有这样做 你没有这样做 所以这件事 不是什么我接受你 大家要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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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 你今個星期採取的策略就是淘汰一件事 甚至不要叫蠔上去 希望這件事發快脆脆靜下來先過去 但不是,那些事情真的要講清楚 所以我一聽到你說濕濕的話我就在今天馬上作出一個回應 好了,至於風水蠔 他依然在自己的大紀元頻道那裡 繼續單單打打,遮遮掩掩 人就是這麼有趣的 一個不夠導行不夠班的人 說句話都不像人樣就是這樣 我就開了你名字 你還說我以前那個呢?坐我旁邊那個呢? 我都說你這樣給人的感覺就是亡因乎疑 這些是大忌來的,你明白嗎? 你不止亡因乎疑 你經常自許 你這次還說到那些什麼玄學界白痴 什麼什麼什麼我不會對號入座的 你說玄學界是不是白痴呢? 那你是不是什麼大師呢? 大家心裡有數 玄空學三個字 大家不妨拿起手機在Google那裡打玄空學這三個字 你看看出什麼字 你和四個哥哥有沒有什麼半丁點關係 是不是七玄學三個字 審四個哥哥是白痴 是不是這樣? 看到的 至於 你口口聲聲 很自我信心的 我已經學了四十年了 從小到八歲開始背 又如何呢? 懂得背唐詩三百首 滾瓜爛熟的 是否等於中文好呢? 我很公道的說話 非常公道的 風水河是否一個不懂液經的人呢? 說真的不是 他懂 他真的懂 六十四個滾瓜爛熟 是事實 我沒有否認的 但是風水河的問題在哪裡呢? 國學根基淺 歷史基層底子極度薄弱 所以他解釋很多風水的解籤的時候 他解不了 甚至解錯 甚至解錯 你風水河 整天覺得 這個世界我讀了四十年液經 這個香港我最熟我最厲害 大錯特錯 因為你真是基礎底子差 雖然你自我介紹 那時候你說讀什麼新加坡大學 袁毅系就是調理龍武 調理龍武 Elloculture那些 但是交往這幾年來說 老實說一句 我不覺得你中文好 我不覺得你英文好 甚至我不覺得你是一個 接受過大學訓練的邏輸思維 你看現在這次的吵叫 你可以看到的 真的不像 這些東西 我看不見不少 你說你亦經 許許好有自信 覺得自己亦經好 讀了四十年 你說的 封書我告訴你 你真是太年輕了 其實你不小了四五十歲 一個傳統的知識分子 中國的讀書人 有所謂四書五經 何謂四書 大學孟子中庸論語 對 何謂五經 尚書書經 詩經 易經 禮記春秋 禮記三禮 周禮禮記二禮 春秋是三禮 公陽禮 左視春秋 公陽禮 谷良禮 他加上孝經二雅 十三禮 還有岳父 是基本上每一個 修學對國學有修為的人 讀書人 如四海歌者 都有碰過 為何要讀這幾本 易經為何要讀了 學東西 因為 詩以明智 書以罪事 禮以折人 惡以法皇 逆以神化 春秋以道義 就是教你如何判斷是非 如何抒發自己的空悍 自己的志向 而易經作為天人合一 這個中國傳統的思想 是一本必修的書 我可以告訴你 你認為今香港 黃毓民 教主 你以為他懂得 有沒有讀過易經 蕭若元有沒有讀過 陶傑有沒有讀過 個個都有讀過 人家不用不等於人家不懂 人家不敢不懂 人家不敢不懂 等於風水 你說那個玄學神棍 我一樣懂風水 但我也三分四次說 你不要用風水佬的名義 來形容四海歌 我是不喜歡的 你說我讀書人很開心 我不喜歡用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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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掛在嘴邊 不行 就好像你那些膚淺的人 天天天天掛在嘴邊 易經你得 但是香港講易經 真的講得好的話 誰呢 岑日非 岑日非 就真的好事 就真的講得好 你 好 經常 地火名義 山地剝 人家扔300元出來和你算瓜 扔你兩句話出來 山地剝變地火名義 這件事不行了 怎麼不行 不說 不懂 不懂解 和你合作的時候 多少的掛 我朋友在後面補上去給客人 你不知道 所以不要經常自信 易經自己怎樣怎樣怎樣 怎樣怎樣 因為你的底子太差 國學底子太差 你很多事情根本是解錯了 解錯了 解錯了 但我講不通 所以 不要這麼自信 你的問題就是以為 被別人吹兩東西捧兩東西 即是可能你 人生現在是最 最風光 即是很多人認識 很多人羨慕我 很多人崇拜我 你就以為自己飄啊飄啊 以為自己好聰明好聰明 好像你這些人 即是我在亞記見不少 我在台北看不少你這些 公道自在人心 有很多事情 你無法爭辯 你好像你說的 你經常批評 你認識交道都不知道什麼人 認識什麼 認識什麼 你經常說你平周間 那個道堂在哪裡 你都說不出 我講了很多次 要求他十幾次 你都沒有一次答應我 用不同的理由推了我 你又認識什麼人 有多麼厲害 如果你拜祖師爺 連帶你出身 帶你入行 帶你出身的人 你都可以這樣起去飛腳 一腳踢走去 這樣亡因負義 你的祖師爺都不提醒你 這樣做是不行的 這樣有違道德的 有違人倫規範的 你這個祖師爺就收得當 不要只顧著飲食 送給他那些玫瑰爐酒 明不明白 這些事情 天知地知 很多善信都看到眼裡 人家不出聲 不等於人家懶惰的 阿豪 傻一下傻一下 今天我講的差不多了 我回應這麼多了 我現在一直這樣講 阿福叔奴 你繼續這樣單單打打的話 我就繼續 失驚無神 我做一集專輯 繼續去辦理 即是你這些烏龍的東西 就多如牛霧 很多東西可以數 你這麼喜歡數 像街市的八婆一樣 我說 我講過 上一集我已經講過 你夠膽量數 我就繼續跟你數 你說你這種德行 你這種修圍 各位善相各位觀眾 你看到 這些人 連基本的是非 都不懂得去處理 不懂得去分 你還信不信 他有這種動力 還有這種法力 去幫你做法事 我們很理性地去討論這些問題 始終我口頭善 你不服 不服便來變 沒有所謂 是不是 就真是 少再潑我污水 我忍了你七個星期才發炮 結果呢 整班觀眾 整班善信 才明白什麼事 你好自為之 拜拜 香港人喜歡拜神 阿豪知道 其實香港人 這個拜神這個習慣 可不可以說 對香港這個地方 怎麼說呢 一種神秘用 你現在才來拜神 沒有用 這些不是叫拜神多 自有神秘用 你們現在 現在才來拜神 現在才來看風水 現在才來批命 這些臨急抱佛腳 幫得了你多少 難道你一輩子 有大半輩子 在做壞事 做壞事 在做壞事 在做奸犯科 家人不努力的 你下半輩子 你臨死前一個月 你才去求神拜佛 去懺悔 大哥 我是菩薩 都不理你了 你現在的人 現在的人臨狗運 你才來求神拜佛 又這又老 又批八字 又看風水 你這些都是臨急抱佛腳的 那究竟怎樣可以轉運呢 轉運 我一向叫大家做些好事 做一個好人 不要和你邪惡俗心 不要和你賤人 賤種、賤精 那麼多交集 你們個個都不是 現在的人 眼前利益就是最重要 永遠都是顧著自己的利益 人家生死完全不顧 大哥 這些事情 你們就繼續做 繼續做 你就繼續衰 大哥 我說就說了無限的 那麼多次 我都不知說到我口都臭了 那麼香港